在大航天时代,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的月亮可真远,是因为住在月球的姥姥要回来了吗? 这就是月球的航天站了,还不止一个航站了, 哥哥哥哥,你看是姥姥 我们给她一个惊喜 她怎么不见了 小家伙,你干嘛跟着我 姥姥,我们是来接你的 我是霞霞 我是大宇 超能体让姥姥很惊讶 现在的孩子们,居然可以这样进入太空了 那我们回家吧 宇宙飞船超越一切 虽然大鱼想着超越一切 不过姥姥的飞船 看起来有点慢哪 这么飞下去 还要多久才能回家呀 大鱼小小 不如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好啊 我的超能体可是速度型号的 我也来 新的超能体和老的飞船 到底谁更快呢 当然是我们的超能体更快了 加速 姥姥是多久没回地球了 那我们今天做一顿地球餐吧 哥哥 要是姥姥一个人迷路了怎么办 说的也是 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不如我们回慢一点吧 大鱼 是谁没影子了 我还没全力加速呢 好像我也没有全力加速 不但这么玩的 看我的吧 百分之百 威力前进 姥姥与孩子们势均力敌 分不出胜负 就在这个时候 警告 警告 即将抵达碎片处理战 请热门 请热门 碎片处理战状况太负难 孩子们我们绕过去吧 转弯 绕道 想赢 就得超近路 跟我来 问题是 路在哪呢 小小知道怎么通过 雷达扫描 路径规划 有了 有了小小的导航 孩子们在碎片处理战中 找出了一条路 大雨小小 姥姥还有多久到 经过计算 还有十分钟 我怎么没有看见她 因为我们把姥姥甩在身后了 你姥姥可是特级驾驶员 怎么可能输给你们呢 这是怎么了 我的定位也没有了 超能体重新连接 这是怎么了 大雨小小 你们怎么把超能体扔到电子铁上去了 那还不是因为他们飞到了太空垃圾处理厂 学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因为闯祸的两个小家伙是我外孙 好了 我来解决问题 有你我就放心了 姥姥 你和院士认识啊 我的妈妈 你们的姥姥 可是资深的航天员呢 危险 别过来 没关系 只要关闭发动机 它就不会吸我们了 因为这个系统对动力有反应 小小超能体 关闭动力 关闭动力 姥姥 我们不打开发动机 怎么飞出去呢 是啊 会被困在这里 那可不行 大雨别急 我自有办法 姥姥号的尾部 也展开了线圈 变成了一块电磁铁 哇 来吧 上船 来喽 我们回家吧 只要此其相同 一股赤力 就把姥姥的姥姥号 推了出去 借着这股力量 他们踏上了返航的路程 妈 再不回来 我的饭都要凉了 哟 那我要加速了 我们一起来吧 好啊 我也想早点回家 回家了 好快 好快的速度啊 孩子们和姥姥 一起驶向了前方 我回来了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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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姥姥 姥姥喝水 小小真乖 姥姥吃饭 好 吃饭 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 乖乖 我们一起来吃 好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 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 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 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 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这是一个舒服的周末 妈妈买了好多瓜子 小小想吃 可是包不开 给 谢谢哥哥 真好吃 给你哥哥 大宇 小小 我遇到小偷了 这可怎么办呀 小偷 空间站里 怎么会有小偷 你不是故事书看多了 迷糊了吧 嘿嘿嘿 没和你开玩笑 你看看我的葵花 难道小偷 偷的是 瓜子 他们偷瓜子 哼 这么好吃的瓜子 不肯偷 哥哥 我们去抓小偷 超能连线 任子连线开始 小小识别纹 大女识别纹 店铺 我不是故事书看没有 我也是 我可以帮你 我不是故事书看 我是我 沙鲜 het 一 我 你 扫描中 发现可以目标 目标小事 儿童姐姐你看 好像是某种鼠科的动物 原来小偷是她 坏蛋 跑不掉 请为追踪 你妹妹平时也这么认真吗 可能是因为瓜子太好吃了 孩子们跟着小小的气味追踪 在空间站里走啊走 找啊找 奇怪 她是怎么穿过这道密码门的呀 看到你了 别跑 你可没有我快 超能加速 抓到你了 如果你坦白罪行 我们会从轻处罚的 你这样拒捕 那我就不客气了 老鼠竟然会飞 出乎意料的情况 让追捕计划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 我的菜呀 好像搞砸了 我们搞砸了 对不起 爱头 那个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多怪那个飞老鼠 不过 不过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查了下资料 应该是隔壁动物实验舱 跑出来的 它叫五鼠 是一种可以滑形的动物 不管什么鼠 它好聪明啊 现在躲到了洞里 那怎么办呢 我来找找看 小小生命体扫描 我虽然能找到它 可是 它乱到洞里去了 既然我们进不去 那就把它挖出来 别再搞破坏了 接下来 让我试试吧 超能连线 量子连线开始 使用者识别开始 爱头识别完毕 超能提起动 量子连线完成 连接完毕 是小蜜蜂 好可爱 空间站内部的结构 非常复杂 小小这个时候 提供了帮助 我扫描了这些地方 你可以试试 真是一个超级卫星 爱头的超能体 在复杂的管道中 不停地搜寻 虽然得到小小的协助 可是要找到目标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找到了 抓到你了 抓到你了 这是什么呀 哇哦 太有意思了 这种类型是我没见过的 是因为养料的问题 还是太空浮射 还是钟离的原因 好神奇呀 爱头姐姐 爱头姐姐 别叫她了 她看到新植物又沉迷了 爱头沉迷于新的植物 就赶紧展开了研究 谢谢你们 这猪奇异的向日葵 让爱头如获至宝 她尝试用科学方式 寻找其独特的原因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结果会如何呢 大鱼 小小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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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鼠废贼 小小 不用害怕她 别跑 你可不准在我家回来 别怕别怕 她现在是我的小助手了 不信 你们尝尝这个 好吃 好吃 这就是我发现的 空间战瓜子一号 说起来 就是她窝里的那一株 谢谢你 没错 在大航天时代 人和动物 也是有很多种相处模式的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在大航天时代 就算在月球购物也很方便 所以快递会变得很多 在最繁忙的时候 大宇和祖卡会去帮忙送一些快递 你的快递到了 准时抵达 谢谢你们 真不错 真不错 让我看看 奖励你们一个月球快递徽章 限量版的哟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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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一个了 给我 没事 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所以这么大的箱子也没有问题的 虚惊异常 说起来这个快递一直没有送出去 要不你们谁先送到 徽章就给谁 好 祖卡 你说 先走一步喽 祖卡 你耍赖 这不是有地址吗 轻轻松松 我已经到了 地址明明是对的 可房子在哪呢 轮到我了 自信满满的大雨开始了任务 然而很快 她和祖卡一样陷入了迷茫 电子明明是对的 这么空空荡荡的呀 怎么样怎么样 我送不到 你也送不到 怎么办呢 小小 小小 帮帮我 帮帮我 我请你吃冰激凌 你好 地址 祖卡一切 您的快递到了 亏你们能找到我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收到快递了 不用客气 可靠就是我的代名词 可恶 让你赢了 谢谢你啊 小家伙 快递送错了 这是我邻居的 邻居 邻居在哪儿呢 他也是移动勘探房车 三天前分开以后 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深调同情 本以为成功的任务却失败了 月球荒野茫茫 这是要去哪里找收件人呢 哎呀 果然月球和地球不一样啊 哥哥 冰激凌 小小 要不然你帮哥哥再扫描一次 冰激凌 好吧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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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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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没注意 冰激凌撒了一地 啊 有了 电子连线开启 使用者识别开始 大语识别完毕 拆完皮起动 电子连线完成 在月球是没有风的 只要你留下印记 它就会一直一直地保存下来 只要追踪印记 就肯定能表当 呦呦 宋太帝 怎么搞得跟侦探一样 祝你们好运 追寻着印记 孩子们找啊找 找到了一个矿凳 这里可真热呢 可这里全是智能工程机械 一个人都没看到 快闪开 快递人 大语和祖卡的闯入 扰乱了工程机械的路径 现在他们遇到麻烦了 你力气我是不会输的 快走 谢了 静蟹全乱套了 是啊 我都被围在里面了 眼看大语和祖卡 不知所措的时候 工程机械居然停下来了 小家伙 你在我的矿洞干嘛呢 送快递 这个好像真的是我的 本以为陷入危机的大语和祖卡 突然就完成了任务 这真是山崇水赴银无路 柳暗花民又一村 哇 一个人操控这么多矿车 有人工智能的辅助 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说起来能找到我 你们也真是厉害 所以这个就给你们做礼物了 这真是太好了 一个 两个 难道我记忆错乱了 对啊 你给了我们两个 我只有一个呀 这 难道我生病了 我要去医院 我要去医院 等等 我不开外秀的 就这样 月球快递送到了 纪念品也拿到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春暖花开 生命孕育 妈妈带着孩子们去郊游了 妈妈找不到我 小小 小小 你在哪儿呢 妈妈 妈妈妈妈妈 你快来看 快来快来 你看你看 一窝蛋 看来它们被遗弃了 我要把它们孵出来 小小好在意这窝蛋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孵化箱里孵出了一只又一只的小鹅 可是 这颗蛋没动静 是不是坏了 不会的 它一定能孵出来 带着蛋壳出身 还把它穿在脚下 那我们就叫它不倒翁好了 它怎么看起来一副没力气的样子啊 多吃点就有力气了 来吧来吧 我有好多吃的 它真是腿部发育不良 光靠吃饭是不行的 不倒翁 你今后要怎么办呀 如果地球上走路费劲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走路不那么费劲呢 不费劲 那就是重力小的地方呗 要说重力小 天工农场可是一个好地方 那就是重力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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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无重力栽培空间 这里是无重力小培育植物的地方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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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太好了 无重力环境就轻松多了 小心 小心 发货了 小鹅并不适合在无重力环境生存 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运动轨迹的 在地球走不快 在空间站又待不住 要是有个地方 重力只有一半就好了 一半的重力 有啊 天工农场有专门调节重力的空间 那是给动物们散步用的 谢谢叔叔 大羽小小到了可调节重力空间的地方 在这里 动物们可以在只有一半的重力下散步 重力设定在4.6 重力调节开启 感觉摔得好轻啊 那当然啦 这里重力只有地球的一半 我站起来了 快跟我学 跟我学 重力只有一半 那小鹅感受的重量也只有一半 现在他可以轻快地跑起来了 大羽决定一点点地追加重力 好让不倒翁变得越来越强壮 就这样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不倒翁锻炼得越来越强壮 哥哥哥哥 我们把小鹅带回来吧 练到9.6 离地球重力还差0.2 那我去调办 不倒翁加油 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来陪你做最后的练习吧 不知为什么 不倒翁觉得很累很累 这是因为最后的锻炼比较难吗 小鹅 你干了什么 你把重力调大了 0.2 调成了2 它不会有事吧 看起来好糟糕啊 不倒翁 我们回地球 不练了 不练了 之前还能走 现在连路都不会走了 对不起 现在小鹅们该吃饭了 他跑起来了 他飞起来了 他刚才是不是练得太累了 想休息 一听到吃的 精神就来了 好厉害呀 不倒翁 你现在成了超级小鹅了 可调节的重力空间很棒 不倒翁很棒 小小也很棒 看来宇宙中的空间站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生命呢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太阳系有一个叫小行星带的地方 这里蕴藏着许多珍贵的宝藏 只是在这里有一颗小行星显得异常的特别 异常的特别 因为这是一颗被诅咒的小行星 凡是进去的采矿机器人不知为什么 都再也没出来 不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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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换个角度思考 采矿的机器人不断地进去 那说明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宝贝 小小 我们去探险吧 这样子人先开启 大米时别完毕 小小时别完毕 超能体起蹲 这样子人先完成 这真是扑面而来的 冒险气息啊 我怕 小小 你可别下仙呢 要是找到宝贝 那全都归我了 这颗小行星 被挖出了很多的通路 正因为如此 它现在像极了一个迷宫 奇怪了 这里的地形 怎么这么复杂 还有好多坏掉的零部件 这些矿都连在一起 像极了迷宫 小小又不在身边 这样下去 我什么也找不到 宝藏的气息 这些宝石都是我的了 你被追编的 我操线的 我操线的 你被追编的 你被追编的 我操线的 我操线的 哇 好多宝石啊 难道说他不是一个换机器人 他是来帮我找到这些宝石的 你好 你 你把他们都拆了 住手 你不能伤害人类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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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的超能体就要被拆掉了 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生气 生气 坏机器人 快放了我哥哥 谁说小小胆小来着 为了哥哥 他可是很勇敢的 小小 哥哥 快爬 从这里走 他把出口都堵死了 有办法了 接着 宝贵宝石 不能定时 全给你 宝贵宝石 不能定时 他怎么还在追我们 哥哥 他会一直追宝石的 我知道 可是冒着风险来一趟 不想空手而回啊 你看 只要飞得够快 他是抓不到我们的 飞得够快 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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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他要躲死路口 我们快走 好 超级糟糕 小小 我们成功了 小小 哥哥 我快 你让开 你快让开 宝石拿到了 可是妹妹丢了 到底谁更重要呢 当然是小小重要 坏家伙 宝石在这里 宝石送鸡 快跟我来 宝石在这里 快跟我来 宝石搜鸡完成 宝石搜鸡完成 此太是风 何太是风 失去立足点的采矿机 漂浮在宇宙中 维修船及时赶到 制服了它 就这样 危机解除了 好险啊 哥哥 宝石还要吗 想要 不过你更重要啊 你看 这不是宝石 但是也可以做纪念品啊 大宝石丢了 只剩下小石头 即便如此 大宇和小小都觉得 彼此 比宝石重要多了